急性心肌炎的临床表现千变万化 轻者可能没有症状 严重者也可能在数小时内死亡 心肌炎主要是由于病毒的感染所引起 一般感冒病毒是全身散布 但某些病毒容易在特定位置大量寄生 使心肌细胞受伤、损坏 导致心脏收缩能力减弱 甚至心脏的跳动受影响 而使心输出量减少 严重者导致心脏衰竭死亡 急性心肌炎 一般有时候我们说感冒 有时候要看医生不要自己吃药 因为有时候细菌性的话 它会侵犯到你心脏的肌肉 心脏的肌肉就是心肌 心肌如果受伤的话 就跟心肌梗塞一样 它毒素破坏了你的心脏的肌肉 所以严重的话 心脏就是没办法跳动这个功能 所以心肌炎的话 有时候会造成终身会变成心脏 你稍微因为它功能不好 所以有时候会胸闷胸痛 稍微肌肋运动 瞬间你心脏就要压缩血液出去 如果这功能不好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其他身体只知的 细菌供应量不足 就可能会昏倒或者胸痛 所以有时候感冒也不能说 忽略就是不处理 但是这个百分比是很低 不过还是要质疑一下 急性心肌炎的临床表现千变万化 病情轻者可能没有症状 重者可在数小时或数日内死亡 由于症状常被病毒感染的 全身症状所掩盖 所以容易被忽略 在发病前 常出现上呼吸道感染或消化道感染 和其他病毒性疾病的症状 如发烧、咳嗽、喉咙痛、呕吐、腹泻、 肌肉痠痛、疲倦、乏力、清剂、胸闷甚至休克 十方新闻记者 赖Q容台北采访报导